诗篇第110篇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权杖 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 在你征战的日子 你的人民都乐意投身 你的少年人以圣洁为装饰 好像清晨的甘露到你那里 耶和华起了誓就绝不反悔 他说 你永远做祭司 是照着麦基喜德的体系 主在你右边 在他发怒的日子 必剿灭猎王 他必在猎国中施行审判 失手就变满各处 他要剿灭地上各处的首领 王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他必挺胸昂首